韩国拳手望远想要称霸中国擂台,结果被中国猛将打得躺在擂台起步了。 这场比赛是一场极其精彩的中韩重炮手之间的对决,现在出场的这名韩国拳手叫柳洋来。 身高1米91,体重超过200斤,曾经也曾击败过不少中国汉将,并且有着对华不败的战绩。 其腿法是他绝对的优势,这次对上天山征服者阿斯哈提。 阿斯哈提是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,练习拳击超过10年,曾经获得全国拳击锦标赛冠军,这也就意味着他的拳法是绝对的杀手锦,并且在自由搏击规则下,他已很少使用颓法。 但犀利的拳法,绝对让国内外汉将弹之色变,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看两人的精彩对军。 三亚战的比赛现场,我是现场解说,中收陈沛,我是宋宇杰,大家好,我是昆仑爵,乔伯。 下面进行的是100公斤以上级自由搏击比赛,红方选手是来自中国的阿斯哈提,蓝方选手是柳良来,比赛马上开始。 两人比赛开始,阿斯哈提率先发起进攻,柳良来低扫后阿斯哈提连续全法压制。 随后柳良来还是他腿法进攻,被阿斯哈提接腿后扫踢,开局打低非常主动。 但是画风突变,柳良来找到了阿斯哈提的短板,不会腿法进攻,完全就是依靠拳法。 柳良来一直在踢阿斯哈提支撑腿,四次之后阿斯哈提已经站不住了。 研究了阿斯哈提,因为你练拳击的,他的腿法都非常的弱。 他会继续攻击,你看他会继续攻击,这个非常危险。 估计这个被子扫到软肋里了,还会扫,这时候阿斯哈提要前出拳队,顶着他,不让他过来,不让他进来,前出拳,对,四次拳,顶着正少,对。 虽然阿斯哈提一动变慢,但凭借犀利的拳法,还是保持了安全距离,连续的拳法压制。 柳良来完全出不了腿。 在回合快结束时,阿斯哈提再次主动进攻,后手拳直接将柳良来击倒,搬回了第一回合的劣势。 这个拳法太三次了,有可能,有可能,有可能,接着带长,接着继续,应该抓紧时间,继续攻击对方投入。 柳良来第一次被抢队了。 这个比赛刚刚结束,挽救了这个柳良。 不接挽救了柳良来。 对,这个时间是真正挽救了。 被抢,他把牵手抢,一看广,就踢他这个,对,这个地上,增下体重了。 后来紧接着两次,几乎不能支撑。 第二回合开始,两人调整的都很快,但柳良来却想要跟阿斯哈提拼拳。 阿斯哈提连续左右摆拳命中,柳良来已经很悬。 后续阿斯哈提如法炮制上一波,前手次拳连续命中对方面部,柳良来这下真的站不起来了。 估计这几拳已经把柳良来打成脑震荡了。 阿斯哈提成功翻盘。 阿斯哈提非常好,完全被恢复过来。 是的。 阿斯哈提的拳太重了。 刚才的战术安排呢是非常非常的正确。 因为阿斯哈提如果第二季比赛再慢热的话呢,可能自己的腿又要造出重镜。 韩国拳手望远想要称霸中国擂台,结果惨遭打脸。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我是柳城喜欢的观众点赞关注,咱在这里谢过各位了。 几呼左右手的之前,看。 对,这两拳打的,太漂亮了。 太漂亮了。 谢谢大家